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百六十八集 故事二 当时的欲望正处在关键时刻 任职兵部尚书 在勋贵们的支持下 有望进入内阁 勋贵 宗室任职首府的例子 在本朝不算罕见 纵观六百年历史 以勋贵之身担任首府的足有五位 对于日渐衰弱的勋贵集团而言 欲望的崛起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过挟着他不断前进 身处风口浪尖的欲望 为平阳郡主定了一门亲事 既是为女儿找一个好归宿 也试图通过联姻 得到更多的支持 和尚 你可愿与我私奔 好 恒惠答应了 他终于看清楚了自己的内心 选择面对真实的自己 他们开始为私奔谋划 平阳郡主出入都有护卫陪同 他始终超过半个时辰 侍卫就会搜山 再过不久 消息就会传回欲亲王府 所以 想成功私奔 他们需要一件可以屏蔽气息的法器 来瞒过四天剑术时的搜捕 最后还需要一个能为他们准备新的户籍 以及帮助他们离开京城地界的渠道 为此 平阳郡主找了值得信任的朋友 希望他能帮助自己 是平远波嫡子 那个朋友是平远波嫡子 徐清安沉生说到打断了很远的故事 这一切豁然开朗 平远波手底下掌握着一个雅子组织 最擅长身份造假 偷渡 平阳郡主 即便不知道雅子组织的存在 但两家作为来往还算密切的示娇 知道一些平远波府的手段 也是合情合理 豫王曾经说过 平远波与文臣眉来眼去 与勋贵集团渐行渐远 平远波绝对有安海平阳的动机 这也就有了后来的平远波府灭门案 只是不知道兵部尚书府在里面 扮演着什么角色 徐清安看着六号横远 心说 你就是因为知道他们曾与雅子组织接触过 才认定他们是被拐骗的吗 众目睽睽之下 他没敢问出口 几位金罗听了许清安的话 用质寻的目光看向横远 横远轻轻地点头 是的 心思单纯的平阳郡主 根本不知道朝堂局势的复杂 更不懂人心之歹毒 一个涉事未深的姑娘 一个诵经念佛的和尚 在他们决定私奔的那一刻起 悲剧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彼时的平远波与勋贵集团早已冒合神离 他通过儿子得知这件事后 当即与彼时的兵部侍郎张凤 互补都几世中孙明忠上议 制定出将平阳郡主送出京城 从而打击豫王的计策 平阳郡主如今身在何处 将律中沉声问道 横远似乎没有听到继续说着 人心如蛇蝎 将人送出京城后 平远波的那位嫡子 和同都几世中孙明忠和兵部侍郎张凤 两人的公子欲在途中对平阳郡主施暴 两人拼死抵抗 最后一人被杀 一人吞差自尽 为了掩饰罪行 他们将横违和平阳郡主的尸体葬在荒山里 连同那件屏蔽气息的法器 一起埋葬 外界只知道平阳郡主无故失踪 即使查到青龙寺 也只会认为两人私奔了 谁能想到他们早在一年前便死了 平阳郡主死了 金罗们无声对视 脸色严肃的可怕 平阳郡主是玉王的嫡女 远景帝的亲侄女 杀害郡主是灭三族的大罪 南宫欠柔握住刀柄眯着眼 既然恒惠已经死了 为何一年后会出现在此 这也是众人心中的疑惑 人死如灯灭 是不可能复生的 他已经死了 恒远说了句众人听不懂的话 他一年前就死了 被人用秘法将原神封印在肉身中 成了没有知觉的行尸走肉 这一年里支撑他的是复仇 是平阳郡主的血海深仇 你们若是不信 带回衙门让无座检验便知 谁救了他 一位金罗质问道 恒远摇了摇头 那位金罗与杨燕等人相识一眼 平阳郡主的尸体在哪里 带我们去 顿了顿 他吩咐周围的银罗 将恒惠的尸体送回衙门 几位金罗压着恒远离开小院 给了他一匹马 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出城 徐奇恩骑在马背上心情有些沉重 他半上无言 许久后低声说道 那是恒远 有没有可能被夺射或者被控制 趴在他肩膀上的灰毛懒洋洋的 是恒远没错 我虽然不能忘弃 但也有自己的手段分辨真假 恒惠真的死了吗 徐奇恩不太相信 他的死活不是案情的关键 他本身就是傀儡 魔手不见了 对于幕后的人来说 他的死活便不再重要 你应该感到高兴 案子破得比你想象的要轻松 实在无法高兴起来 恒惠和平阳郡主都是可怜人 徐奇恩扯了扯嘴角 露出一丝没有笑意的笑容 他叹息着转移话题 恒惠的案子有问题 就像是幕后之人故意退到太前的 太康县和常乐县交接处 某处黄山 恒惠一边跋涉 一边固盘 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过程低小而缓慢 他告诉金罗们 恒惠只告诉他大致的方位 告诉他平阳郡主被埋在一棵 三人合抱的老槐树根部 金罗银罗们 以恒惠为中心散开 将他拱卫在中央 防止他逃走 半个时辰后 他们找到了那棵老槐树 三名阴罗砍去槐树下的灌木和杂草 用佩刀充当铁桥 抛了片刻 黑色的泥土隐约露出了白骨 大人 找到了 阴罗振奋地回头喊了一声 挖出来 男公倩柔沉声说道 平阳郡主的尸骨一点点的暴露在众人眼中 时隔一年多 他终于重现天日 血肉已经腐朽 只剩一具白骨 粘连着破烂的布条 应该是死前所穿的遗物 此外 尸骨的喉道和胸腹之间 发现一枚色泽黯淡的金钗 正如恒远所说 他是吞钗自尽的 阿弥陀佛 恒远不忍再看 闭上眼睛 沉痛地念诵佛号 将绿中皱眉 没有其他东西 无法证明这具事故一定是平阳郡主的 这很正常 在金罗门的沉吟中 许清安走到怀属下 平阳郡主和青郎私奔 肯定需要乔装 身上不会带贵重的物品 招惹旁人注意 先把事骨练了吧 带回衙门 然后派人通知御亲王府 御王或许会认得这枚金钗 练好事骨 众人朝着山外走去 将绿中拍了拍许清安的肩膀 哼 做得不错 不爱说话的杨彦 微微汗手 破天荒地说道 此案你是手工 即使桑波案最后没有查出究竟 陛下多半也会免你的罪 许清安正要说话 感觉后背像是被刀子划过 他不用回头也知道 那道锐利的视线 来自朱进罗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